主席 主席 院長好 因為你是交通背景出身的 所以我就跟你舊教苗栗縣的幾個交通問題 那我想毛部長你知道中山高在苗栗縣內有幾個交流道 我這個倒講不出來 我就做了好幾個交流道 在我手上也做了幾個交流道 我數給你聽一個頭份 頭屋、苗栗、銅鑼、三隱 那也非常感謝不管是民主進步黨執政的時候 還是馬英九的執政時期 在陸陸續續蓋了五個交流道 那你知道哪個交流道每天是我們苗栗人的夢魅嗎 會塞車的 就是每一次交流道都會毀堵 這個院長你知道嗎 苗栗的狀況 應該是頭份吧 因為頭份事實上 它的目前事實上是造成我們這個交流道會毀堵整個市區的狀況 所以其實我們在整個苗北的發展地區 在談到交流道還有地方的一些區域發展的時候 其實頭份交流道的何去何從 一直會是我們在談這個整個交通建設跟區域發展的建設 你知道頭份交流道為什麼會塞車嗎 院長 這個細節我 那我簡單的跟你報告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要請你多思考 從你的交通專業 我想這個部長可能站在旁邊 搞不好都還幫不上你的忙 就是基本上頭份交流道塞車的原因 我想你也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因為竹南科學基地 他因為他從竹科一直擴展到我們竹南基地這邊 所以從過去不管我們聽說苗栗有大埔徵收案 就是總共因為竹南科學基地 徵收了123公頃 那這個竹南基地也讓50家廠商進駐 平均的就業員工也增加到一萬兩千多人 那這個平均每一天車流量增加了五千台 第二個部分就是竹南還有就是頭份這兩個鄉鎮 人口是我們苗栗縣為二鎮成長的地方 現在平均一個鄉鎮頭份有十萬人 然後那個竹南大概有八九萬人 那你想想看每一天有這麼多的人上上下下 在原來的這個頭份交流道的這個設計裡面 事實上還是不良 因為原來的引道那個道路 市區的道路都還是非常狹窄的兩線 那個路幅還是很窄 再加上路邊的整個交通的整個管制 事實上是不足跟不夠 所以就造成了每一天上班族的噩夢 那我想院長你可以看一下我今天要跟你談的就是 交流道跟竹南科學園區 你注意看中間它是夾在兩條紅線的中山高中間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竹南基地是少數沒有直接交 高速公路直接交流道引道進去這個科學園區 也就是說所有的科學園區上下班通勤業務洽工的所有的員工從業人員 都必須要經過這個相關的市區跟連外的道路才能上到交流道 那頭份因為是主要是市區最主要是集中的人口居住的地方 所以頭份交流道的一流主要的車次我想院長你再看一下 這個車次其實我就是從3月2號抓統計抓到3月8號就前幾天 事實上每一天的上下班的流量是非常驚人的 那我這個東西我只是要問院長 通常我們交流道回讀我們都怎麼樣解決這個市區的整個交流道建設的問題 院長你可以回答我嗎 我想像這種交流道的這個問題 一般來講大概是要高速公路的交通量跟地方交通量可能都要去做個了解 那有些它是屬於地方交通的我們就盡量要地方道路想辦法強化 不要讓它走到高速公路上面去跟長途交通去去繳獲在一起 所以基本的解法應該是這個樣子 不過基本上我想院長我讓你知道一下 我研究的結果了 我們基本上頭份交流道塞車解決方案 我們真的苦思不得其解 第一個就想說想辦法增設引道 叫到周邊看看能不能弄個引道下來 結果呢很可惜因為原來頭份證是一個比較舊的一個鄉鎮 所以它的道路的這個周邊喔 事實上都是傳統的商業區跟店面 基本上它的空間是不足的 所以做引道很抱歉不但是民怨而且是不可能 第二個我們就來學學舞陽跟十八標做高架 可是我們發現原來在工程技術上需要立墩 30公尺要立一個墩很抱歉 我們也發現當地的這個路幅寬度不足也沒辦法立墩 那第三個方案就想那乾脆好啦來徵收啊 道路寬度我們來徵收好了既然不足 很抱歉苗栗人一聽到徵收現在怕到了 因為我們的竹南再加上我們苗栗縣政府喔 地方的財政窘困實在要透過徵收的方式 把這個頭份跟所謂的竹南這樣的商業區的土地啊 能夠用徵收的方式只是為了拓寬道路啊根本不可能 所以呢這最後我們只能透過交通管制 一般耗制的管控但是耗制的管控 因為據我知道目前都還是人力的交警的在管制 也沒有所謂連耗跟其他的管控 那事實上對於尖峰時間也只有開放交流道的路間 也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今天每一天從六點半塞到八點 一個半小時是我們頭份人最辛苦的地方 所以啊我幫你解決了一個方法 解決我們頭份交流道的事情 不是我吳一貞委員齁 在本人本席在這邊主張 之前也就是現在擔任苗栗縣的縣長的 國民黨籍的徐曉昌委員 其實也在我們的這個立法院也同樣爭取過 我們是希望能夠去增見交流道 增見交流道 院長我希望你能夠知道頭份 苗栗的頭份唯一解決的方式是增見交流道 可是院長我現在要拜託你的是 我聽說你們行政院有規劃 蓋交流道你們是打算蓋在哪裡你知道嗎 你們打算蓋在頭份塞車的交流道往南啊 就是後來頭份跟頭屋中間的造橋收費站 利用原來收費站的周邊的土地啊 蓋交流道啊 這個147 我們頭份交流道是110公里 我院長我只是要跟你說 如果你打算蓋交流道 請你不要蓋在117 因為塞車的地方比較北 你蓋交流道蓋在比較難 你等於是浪費國家公帑 沒有解決頭份真正交流道 疏解交通周邊交通的問題 所以院長我在這裡懇求你 拜託你 你是不是可以答應我們苗栗人 答應我們頭份人 重新規劃一下這個關於如果真的可以蓋交流道這個規劃 可不可以重新把它調整 設計在新竹跟頭份之間 就像我們當時為了解決新竹的科學園區 我們設了總共三個到四個竹科的這個交流道出口一樣 院長我只要你一句話 可以解決嗎 可以規劃嗎 我想這樣回答委員 第一個我的了解就是在這一邊 在這一個區域裡面 是不是要新設交流道位置放在哪裡 我的了解是目前並沒有這樣的規劃 沒有定案是不是 我想跟委員報告了 像這一方面的問題 我聽起來我會要求交通部這邊 就是說成立一個專案 好不好 就是說針對頭份這個區域 我們協助苗栗縣政府 我們做個專案 然後把附近的交通哪裡來哪裡去 這些流向把它做個掌握 然後哪些是屬於地方性的交通 哪些是屬於連外要長途走的交通 把它也做一個分析好不好 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再來決定說 那如果在現況要改善 怎麼改善 如果要設交流道 交流道應該究竟設在哪裡 都要根據這些 這些基本的專業分析來做好不好 院長我們只要你答應我們 解決這個頭份的問題 如果我剛剛講的這三四個方式都不可行 你是不是不排除這個真設交流道 你只要能夠再規劃你們 不要告訴我們說我們可以用人力客服 治標不治本 然後每天讓大家塞車 我們其實都願意讓我們行政院 跟交通部來評估的 可以嗎 答應我們 我們只要一個交流道 當然到最後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新竹跟頭份之間 如果你設交流道才能解決 那當然 這個也絕對不會排除這個選項 但是短期來講 我們想我們有些問題可以做還是可以來解決 行政院這邊也沒有預設立場 就是一定要蓋在造橋修費在那邊 利用那邊閒置的土地 不會嘛齁 一定是依照交通專業跟我們當時的這個頭份交流道 整個的區域發展的需要嘛對不對 我們會看專業上的需要以及可信性 這個院長好 我希望你這個能夠把這個案子列管 因為其實也不是只有本席 我相信所有關心苗栗交通動線的建設的 所有的委員應該都會關心 所以這個就拜託院長好不好 那院長我另外還要請教你就是 在您上任之前去年的時候 其實我在這裡總質詢這個江葵 就是江院長的時候 我那時候針對我們農委會的農科院 農科院其實他針對農科院到底要做什麼事 當時這個江葵也好 或是農委會的主委給我說幾個回答 說我們一定會加緊的 針對農科院三年要達到10億的預算 然後還有就是一定會輔導小農升級 投資中小型的農企業這幾個來做回答 那個陳主委一直都沒換嘛齁 上來上來上來 我告訴你你要讓你的這個老闆知道 我們這個院長知道 當時你們答應我的到現在 很抱歉我去年的總質詢到現在 院長毛院長 我告訴你啊 你們行政院都沒有列管 沒有人告訴我這個進度啊 沒有人告訴我說這個農科院到底 到今年的時候到底預算增加了多少 農科院做了多少事啊 你們的農委會主委啊 你們現在啊 真的把委員在這個總質詢所質詢的事項 都當做耳邊封了是不是 這個院長 不知道是不是讓陳主委說明一下 有列管嗎 農科院現在狀況呢 他的現在預算他整個進度到哪裡 他的預算他每一年我們有 你今年去年撥補了多少 三億 六億 五億 你只要告訴我一個數字就好 去年總預算包括 原來跟其他部會的一些執行的計畫 大概有將近九億 那你去年撥補了多少 預算歸預算啊 前年嘛 我去年總質詢的時候是前年嗎 是啊 一樣一樣 那你去年給了多少 三億 三億嗎 不是三億 就是他的整體的預算 我們也大概有九億左右 每一年的執行 我沒有看到這個數字 來 那個 院長毛院長 我請問你 你重不重視農業 當然重視 重視齁 我相信你在看到今年我們農委會的主委 連禽流感連雞都保不了的時候 我們現在大概看到你 在1月15號的時候 你其實是開了一個會 當時你就告訴大家 說你要創新農業 你要讓台灣的農業發展呢 能夠結合中央跟地方的力量 然後還要結合農業 將來還要出口 解決這個農業年輕人的就業問題 解決這個農村老人人口的問題 你說的話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結果啊 這個毛院長 這個很難過啊 你講完之後啊 我不曉得這個 跨到幾個行政院長的這個陳主委啊 有沒有把你的話放在眼裡啊 跟委員報告 你1月29號 毛院長 你1月29號 你1月15號 講完了要創新農業之後啊 1月29號 我們全台灣的休耕面積啊 就到達了四萬三千六百五十九公斤 這個有長期短期問題 你知道我們桃園新竹苗栗 所停灌的這個面積休耕面積 就佔了全國的三分之下 你知道嗎 這是短期缺水 毛院長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 你知道嘛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停灌的事情 所以你展現了這個部分 你不要讓我們說 一方面你說要救農業 要創新農業 一方面要修根停灌 你讓農民今天在他面對自己的農地 沒有辦法生產 你知道光苗栗線 你因為這樣子停灌 修根影響多少人嗎 這是 他就唸給你聽 光是苗栗的農業人口 這是短期的缺水 有百分之二十六的農業人口 就這樣子受影響 你知道嗎 毛院長 這是短期缺水 我想停灌只是水稻停灌 他還是可以去種其他作物 唉 而且苗栗他種其他作物 特別在一起做 種其他作物 是非常有機會的 我們今天的情況是急早 陳主委 你下鄉過苗栗了嗎 我當然啦 你去過我們院裡了嗎 院裡有啊 你知道我們院裡主要在種什麼 你們院裡種了很多啊 也有番茄啊 也有番茄啊 主要還是稻米啦 主要還是稻米 沒有錯 沒有錯嘛 但是 所以你不要說話 我沒有請你說話 毛院長 我只是要告訴你 你在說你重視農業的同時 全國休耕了四萬三千多公斤 那是短期缺水 跟政策沒有關係 我現在就在問你說 你這個創新農業的部分 你讓苗栗的衝擊有多大 有三分之一的這個農地全部休耕 我其實不是要跟你談這個休耕 我要談的是 我們苗栗縣讓你休耕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苗栗縣 那個院長你看一下 苗栗縣是有五個水庫 五個水庫 有五個水庫的縣份 既然要休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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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過這個水庫嗎 我們有五個交流道 剛剛的問題是五個交流道 現在我告訴你 我有五個水庫 我有五個水庫 可是一樣讓我們苗栗 一樣要休耕要停灌 這五個水庫 院長你知道分別在哪裡嗎 我只有寫名字 我沒有把它放在地點 你知道嗎 我昨天去過兩個了 第一個是永和山是頭份 然後下面的明德建坦跟大埔 另外分別就是一個頭屋 然後一個竹南 那鯉魚潭水庫的部分 其實是在我們三億 我告訴你也很有趣 我們苗栗 這三個水庫主管機關也不一樣 中間的三個其實是農田水利會 上面那個是經濟部的台水公司 下面是水利署 那其實苗栗縣其實有五個水庫 可是這五個水庫呢 讓我們還是一樣缺水 讓我們的供水其實還是不夠 讓我們其實在跟別人一樣 限水的時候跟別人一樣 我今天其實要跟你談的是最後一個 鯉魚潭水庫 毛院長你可以看一下嗎 鯉魚潭水庫的部分 鯉魚潭水庫在最早二十幾年前蓋的時候 其實當時規劃其實是 我們要保證我們苗栗縣通宵院裡地區 通院地區的灌溉區 每日至少二十二萬噸以上的供水 可是最後這個票支票是跳票的 鯉魚潭水庫繼續在現在 從現在開始這裡有個表 不管是有沒有停水有沒有限水有沒有供水 不斷的提供給大台中的用水 沒有限水之前台中大概是六十萬噸每天 那如果限水之後呢台中是四十九萬噸 苗栗不變永遠只有六萬噸 也就是說其實原來鯉魚潭水庫的部分 他當時在計畫書承諾要給通院地區 苗栗縣通院地區灌區 他的二十二萬噸的每天的二十二萬噸 事實上是沒有在裡面的 沒有在裡面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問為什麼 我們今天的水權 苗栗人的水用水的權力的水權 尤其是我們通院的這個灌溉區的水權 為什麼比其他的縣市 難道我們真的就不如台中人嗎 院長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鯉魚潭水庫 沒關係你經濟部你部會來回答 是那個報告委員 當時的確是要給這個通宵圓禮這一帶的這個新冠區 每天是二十萬噸的這個用水 後來評估以後 因為他那個經濟效益還不到 所以那個計畫 那一部分的計畫就停止了 這個當然 那現在的補救方法 就是說怎麼樣讓他這個效益比 他的評估能夠過得去 所以水利署也在想辦法 看看他這個效益方面 如果評估一直過不了的話 他 不是 通院地區 為什麼鯉魚潭的水庫用不到水 因為他沒有飲水到工程 因為他沒有飲水到工程 因為他事實上 二十四個里 二十二個里通通沒有用水 就是其實就是沒有灌溉水去 我想部長你知道嗎 是不是 你從來沒有跟院長講過這事 是 我們評估趕快讓他過 那你們這個事情 你們都沒有去解決 你知道院長我告訴你 最扯的是 這個通宵院裡地區 用不到鯉魚潭的水 因為沒有這些飲水到 所以沒有灌溉水菌 可是我們通宵卻有一個休閒農業區 我們這個休閒農業區 連農業用水都沒有 灌溉用水都沒有 你讓他抽地下水 他連地下水要抽都有困難 甚至還要拜託經濟部 去弄個臨時自來水的部分 都有困難 這哪裡叫做一個所謂的通院灌溉區 這哪裡是我們今天一個行政院 原來在蓋鯉魚潭水庫的時候 說每天要提供二十二萬噸的一個原來計畫 然後都沒有做到的地方 所以難怪我們苗栗要願說 我們事實上給外縣市人供這麼多的水 可是最後苗栗自己用不到水 不管是民生用水農業用水 那就是因為我們硬體的建設沒有真的下去啊 部長你要跟院長講啊 你要讓他知道啊 供水的部分啊不到三成啊 我們蓋了這麼多水庫 給外地人用了這麼多 給台中人給新竹人用了這麼多水 可是我們自己用不到自己的三成 我再請你看一下 更慘我剛剛講的只是農業灌溉用水 苗栗縣的自來水普及率 院長你知道我們自來水普及率排名第幾嗎 全國倒數第三 我們只贏了台東縣跟南投縣 我們普及率啊其實只有79% 那我剛剛講的通宵地區 就是因為鯉魚潭水庫的飲水道工程沒有做好 他的普及率啊 連苗栗縣的平均水準都不到 他只有70% 然後還有原民會主委來一下 原民會主委有在嗎 原民會主委你知道嗎 我手上這裡面有兩個原住民部落啊 泰安鄉跟南庄啊 這兩個地方啊 普及率根本不到10%啊 原民會主委有到嗎 快點上來 你知道你們的原住民啊還跟我陳情啊 我不是原住民的立委 我還接受你們原住民的陳情啊 看看怎麼辦 你原民會怎麼解決 你告訴我 普及率自來水普及率 院長你告訴我怎麼辦 跟委員報告 我知道你的總質詢報告 市政報告有 對自來水普及率 在我的私政報告裡有特別提到 我大概用 比以前 快三倍的這個速度 我們來做這個接管 所以你可以承諾我剛剛點出來的 不管是通宵碰到的這個休閒農業區 不管是因為有可能臨時自來水檢疫設施 或者是因為農業灌溉用水 或者是我們南庄泰安的臨時的 所謂檢疫自來水的設施 如果有可能符合你這個計畫 你在施政說要快速增加三萬戶 把它列為優先的這個整個設置的目標之一可以嗎 我剛剛提到的這個 因為沒有數據 你們根本不知道苗栗希望有多落後幾個鄉鎮落後到這種程度 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可以嗎 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那院長拜託你 因為我相信以你的這個專業跟精準 你應該可以儘速的把這些案子列管 這樣我們才可以看到成效 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可以齁 然後院長我最後跟您報告 通院我後來發現了 原來搞了半天 為什麼我們通院地區沒有飲水道工程 因為我們飲水道工程最後發現 沒有錢沒有錢沒有錢錢沒有錢蓋 我手上有個資料 這個關於這個 我後來發現鯉魚潭水庫 本來是要做給我們通院地區用的 可是後來發現了 民國86年的時候 農委會跟省政府水利處做了一個 關於鯉魚潭水庫灌溉計畫規劃檢討報告 說通院地區的新冠區 如果真的要用要吃到這個鯉魚潭水庫的水 每天22萬噸的承諾的話 一定要蓋兩個飲水道 一個是通宵幹取 一個是大平頂幹取 結果總施政總經費要54.2億 54.2億 所以最後一直都拖著沒有做 完全沒有做 沒有飲水道 你就沒有所謂的檢疫自在水 沒有民生用水 也沒有農業用水 所以通宵人就抽地下水 然後 我後來發現 我就問 請問一下為什麼不做飲水道 我想部長在旁邊 你等一下告訴院長 院長你知道為什麼 他說 因為我們蓋飲水道要本益比 那因為你這個偏遠地區 你那個投資報酬率不夠 我們不要花54億 開玩笑我就是偏遠地區 沒有水沒有辦法發展 我才沒有本益比 我才發展不起來農業 發展不起來商業 結果搞了半天你在評估我 該不該設飲水道的時候 你用這個本益比來算 院長你覺得過去這樣合理嗎 院長可以告訴我合理嗎 可不可以改一下 這沒有人會知道這怎麼弄嗎 不會吧 飲水道工程誰要負責 不會吧 部會都這樣互踢皮球嗎 到底是農務會還是經濟部 趕快回答 是我們 是我們那個水利署啊 因為他在做這個效益比 那效益比的話 你不覺得這個標準是離譜的嗎 就跟我們剛剛院長答應說 他會快速的把這個偏遠地區的 這個檢疫這台水 快速增加到3萬戶 你騙院長 你沒跟院長說我設置偏遠地區的 其中一個條件是 跟本益比也有關係 你的標準有問題啊 我就是偏遠才沒有辦法達到本益比嘛 我偏遠沒有辦法達到 現在你用這個標準來決定 我能不能申請設置 我能不能設飲水道 你的標準有問題 所以院長你知道問題在哪裡了吧 搞不好你的連3萬戶的自然水 你都會跳票 你如果不告訴這個部會說 你的標準要改變 你的審定認定的標準要改變 擁有我們偏遠地區的就是用不到水 吃不到水 沒有辦法真正用到我們自己水庫供出去的水 可以改變嗎 飲水道工程的那個標準 54億什麼時候可以做 飲水道 我相信不是只有我啦 我知道我們本院的同仁喔 那個 陳超明委員也是同樣是苗栗的立委 他也關心這個啊 我搞不好他接下來還會問你們 蛤 飲水道工程怎麼辦 可不可以做 可不可以優先啊 做一些檢討 還是不敢 那這樣院長我再告訴你 我還有時間 我告訴你更可怕 你不敢承諾我們苗栗通院地區的 新冠地區的飲水道工程院長 可是我竟然發現啊 你們真的是喔 對六都人之好 我們這種非都縣份啊 真的被人家當作三等公民 四等公民啊 我後來發現我們啊 在行政院還有水利署啊 編了一個叫大安大甲西的水源聯合輸水工程計畫工程 我後來才發現啊 原來這個水啊 是為了解決大台中地區用水的問題 大台中地區用水 我們通宵院裡在哪裡 可能那個院長你不知道啦 就是比較靠大甲大安西的 比較靠那個台中的 我告訴你 我們後來發現啊 我們的水利署啊 為了台中人的用水啦 編了總共71億 第一期的計畫的總經費41億 41億裡面呢 其中25億是做飲水道計畫 然後呢 另外的16億是做自來水管 然後呢 第二期的計畫裡面呢 還要解決這個附近台中的四個里的用水 然後另外編了所謂的33億 所以總計74億 解決這所謂的大台中用水 大甲大安的水源聯合取水計畫 院長 你可以為台中人花這個取水做這個引道 為什麼沒有辦法幫我們苗栗縣的通院灌溉區 通院的人做這樣子的飲水道計畫 去用我們自己的鯉魚潭水庫 我們就可以取得我們自己的農業灌溉用水 民生用水 院長 怎麼辦 我想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個問題 這個有很多的細節 我會來了解一下好不好 只是了解喔院長 我會來進一步了解一下 我告訴你喔 我今天的質詢 我認為我講得很清楚耶 你還答不了喔 我的水權不見了 我剛剛第一個問題是 我的水權分配是誰來決定的 然後呢引水道工程也不做給我 就只是因為你的標準不見了 我的普及的自來水呢 有可能也讓你說你要快速的增加3萬戶 搞不好在你審查的過程也會因為本益比不夠 我有可能又用不到 然後原明會的主委呢 搞不好他會說 裝自然水不是我的事啊 檢疫自然水不是我的事 我很想幫我的原住民啊 不到百分之十的 然後最後我告訴你 台中人可以花你那麼多預算 可是我苗栗卻拿不到 可不可以同樣的解決我的引水道工程 那我再告訴你院長 我最後告訴你一個解決的目標 你水權不給我們苗栗人 沒關係 你的大安大假西的聯合工程計畫 二階環坪還沒過 你知道嗎院長 你二階環坪還沒過啊 你錢編喔 你二階環坪還沒過耶 那你這個錢要不要拿來 同樣的科目嘛 對不對 水利署都編在你的引水道工程的向下啊 有沒有什麼其他方法來幫幫我們 通院貫區的這個引水道 跟其他的商案規劃 不要只有嘴巴說啦 我知道非常多委員 對於通院地區的引水道大家都沒責 然後針對縣市政府地方政府沒有財務困難 又沒有辦法真正做到一個水陣水道的部分 這個整個引水道的部分 只能靠我們中央啦 院長 院長 是 怎麼辦 你的二階環坪 大家台中用水還沒有環坪過 你就急著編這麼多錢 我苗栗等在那裡的 然後呢 你卻打不出來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承諾 我想包括台中那個案子 我也不是很深入啦 所以我想這些細節我都需要通盤了解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答應我們嗎 給我們這水 可以幫我們做一個引水道工程 可以做規劃評估嗎 可以嗎 對我可以來評估 可以做規劃評估嘛 這個部長可以啦齁 可以啦 規劃評估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答案 因為這個引水道工程 其實大家等了很久 甚至還有很多地方的人士 為了這個鯉魚潭水庫分配不均 在抗議 甚至現在限水的地方 大台中限那麼少 我們每天用它六萬噸 我們自己苦哈哈 院長可以答應我們嗎 可以至少在這個引水道的工程評估的部分 是不是答應我們 立即的把引水道工程的評估案 能夠大概在兩個月內 可以有一個初步的規劃答覆 因為其實我想經濟部 你下面的官員應該很清楚啦 真的從去年開始 不是只有我吳宜貞本席在這邊關心啦 可以嗎 對我想我們評估 趕快來做沒有問題啦 趕快來做沒有問題齁 所以你今天我問的問題 你都可以答應我們 我們的水權可以調整嗎 重新來討論 然後那個關於這個引水道工程 還有普及自來水的部分 院長你會符合你自己當今天的施政報告 給我們一個明確答覆嗎 可以嗎 自來水部分我會努力來做 好謝謝我希望我們的毛院長不是口號治國 我真的很希望 因為你是科學人嘛 對不對 這麼精準 這麼精準的時候 你就要用數據治國 數據治國要做啊 沒有執行就是假的啦 全部就是口號用說的啦 不要太相信你旁邊的官員啦 看到他執行的成效之後 才來告訴大家說你做了多少 所以拜託我們院長 我們這一個 實際上是看到你這個科技人科學人的部分啦 不要只是說一說而已 那就謝謝院長 是我講這幾個案我會進一步來了解 謝謝原民會主委 但也請原民會主委 你回去都關心你們南莊泰安的 他們每天很可憐啦 沒有水也不知道怎麼辦 好謝謝 那院長謝謝 那本席再次質詢結束以上 謝謝 謝謝